32岁美女冠军被查出不用禁药,已是第二次货费禁赛八年,网友退役把中国体坛迎来又一个重磅消息,那就是又一位中国国家队的美女冠军被查出不用禁药,而如今32岁的她,将面临禁赛八年后直接退役,在前不久中,游泳小将陈欣怡,举重金牌得主曹磊、陈谢霞、刘春宏等, 也是被查出要点呈阳性的事件,而今天又有一位中国冠军出世,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纪中心在近日公布了2018年最新一期的运动员违规信息名单,其中一位32岁的老将国家队运动员也是被中招,这位就是中国山地自行车世界冠军任成员,这位1986年任成员,一度是被誉为自行车版刘翔, 年仅14岁就开始练习山地自行车,职业生涯不仅拿到了U23世锦赛冠军和2007年世界杯比利时冠军,成为中国山地自行车运动第一人,也是拿到过亚运会和全运会冠军, 但是这个服务紧要的是,已经不再是任成员第一次经历的了,因为在2011年5月12日,任成员也是因为吃了降压药,而被检测为兴奋剂阳性,被禁赛两年,直到2013年5月12日才复出, 不得不说,这位脸蛋漂亮的女选手,如今的第二次被查出这个事,根据规定,是要被禁赛八年,如今32岁的她,恐怕也是直接退役了吧。